在活力乡长游淑珍带领之下 吉安乡109年度的各项评比竞赛都赢得了优异成绩 同时乡公所团队也向上级单位争取到 3亿1683万多元的补助款 来展开吉安乡各项的重点建设 乡长游淑珍表示 后续还有更多任务要陆续完成 乡公所团队会再接再厉 创造最幸福的吉安生活圈 吉安乡民代表会第21届第4次定级大会 在10月27号开议 首先由香港游淑珍进行施政报告 游淑珍表示 在公所团队和社区相亲齐心努力之下 吉安乡109年度获得各项评比竞赛纪优成绩 同时也向各上级单位争取到 3亿1683万元的补助款 展开吉安乡各项重点建设 从我们道路品质的提升 以及我们最大的最重要改善的12年来 都是我们势必在积极争取的 我们火化吃云山火化厂火化炉的改善 10320万 也已经到位 甚至已经上网完成招标的工作 那在我们的礼仪大道部分 也谢谢我们花东基金来寄注1100万 同时也谢谢我们代表会来支持我们整个全乡道路挖掘 跟路面AC的3000万的一个执行 要来建构一个属于最具经典性的客家的特色的一个建构 然后就在吉安是我们3333万的合成建设计划 那因应我们老大人这个纳谷塔位的不足 所以也谢谢代表会支持让我们这一次 而寄注了我们1008个塔位跟神祖牌的一个执行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中原排水的这个部分也做得好 也谢谢我们中央寄注2000万的排水设施 那目前我们吉安的一个排水计划 也都能够建构的非常完整 邮淑珍表示 吉安湘不论是在硬体改善或是软实力的充实 都不成松懈 后续还有更多任务要陆续完成 相公所团队会再切再厉 创造最幸福的吉安生活圈 这里会吉安湘报道